记者温瑜的台北报道 乳方明依良洪华 不仅偷吃女护理师 还趁对方裸睡时 偷拍臀部 传给女方新欢示威 遭依法起诉 此外 她另趁看证期间 涉嫌偷拍37名患者部分 7名被害人选择在侦诞期间和解释告 因此被依30个防害秘密罪起诉 台北地院今天下午先救 3名被害人开庭审理 而梁在开庭前调解阶段 以事成一拿出70万 与被害人和解或撤告 不过一直在场的梁以六烟离开法院 成功躲避了媒体镜头落跑 双方下午开庭前先行调解 但双方未见面 由调解委员负责两处奔波转达 据悉 三被害女子开出价格虽有益 但今协生后 两院赔偿其中两名女子各20万 另一名单亲妈妈则获赔30万元 总计仅已共赔偿70万元 而身带大笔现钞的他人有部分金额不足 但领取并凑足后 为警调解委员掌交 成功与三女达成和解 而法官未确认被害人确实收取赔偿金额 依旧按照原定计划开庭 确定被害人均已受偿并定权案 3月5日再度就其余27名被害人分批开庭审理 听前依旧如今日般事情调解 在于庭内确认调解情形为何 不过当媒体预采访梁时 只见梁的律师自法庭内部处表示 他刚刚先行离开 表达当事人已早已不离开 法院情形在长手后 媒体军为亲访到梁 全案起因于梁2015年被护理师发现 将录影笔放在桌上偷拍女病患 因而遭举报 医院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借由突袭梁的诊间掌握他 确实将一栋式录影设备放在桌上 立即查扣封存 确保没有任何影像外流 他事后被开除 梁埃告后承认偷拍 但便称影像用于医学研究与教学用途 并积极与37名被害人和解 疑惑撤告 但检方侦办期间 警期人愿意和解并撤告 他因此人被医30个防患秘密 罪起诉 法院则分批开庭审理 经为首次开庭